新闻首先来关心的是国内今天新增五例新冠进入境外移入确定病例 其中三人是突破性感染 为了因应Omicron变异株 指挥中心在台北车站设了莫德纳疫苗接种站 完成施打者可以获得百元礼券 吸引大批民众 今天也宣布要延长到十二号 指挥中心也宣布了会扩大强制接种对象 从明年元旦开始 第一到第三以及第七类对象 和矫正机关殡葬场的所有工作人员 都要完整接种两剂疫苗 大批人潮不断涌入台北车站 根本看不到尽头 他们全都是要来打莫德纳 因为指挥中心为了提升疫苗接种率 寄出打疫苗送礼券 而且不用事先预约 随到随打相当方便 吸引不少民众前来 指挥中心是从十二月五号起开始 在台北车站开设莫德纳疫苗施打站 时间是每天下午一点到晚上八点 于车站东西侧回廊 以及车站大厅等三处 只要是在台的民众皆可施打 截至十二月七号 短短三天已经累计接种打五千六百二十三人次 指挥中心也在宣布延长北车施打站 服务时间到十二月十二号 那四十八岁以上那从未打第一剂 或是第一剂打莫德纳满四周的 或是第一剂打A例 那也已经满八周的 都可以前往做接种 为了因应国际的疫情 指挥中心宣布扩大明年强制接种新冠疫苗对象 从明年元旦起 第一到第三以及第七类对象和矫正机关 冰葬床所工作者需完整接种两剂疫苗 因为这些对象的工作或服务性质 可能接触不特定人士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得强化疫苗接种规范 第一类目前第一剂完成98% 第二剂是94.9% 那第二类的部分是第一剂 是97.1% 第二剂是94% 那第三类的部分是 第一剂是94.2% 那第二剂是88.8% 那第七类的部分 就是第一剂是96.5% 那第二剂是88.3% 用鼓励的方式 那希望他们尽快完成 此外约有四万剂解冻后 二十八天之莫德纳疫苗 即将在十二月十二号到期 为了有效运用 提升民众施打意愿 各县市到十二月二十一号 都会提供防疫宣导品 当作小礼物 出发点还是鼓励大家出来接种 保护好自己 记者为了张国梁推过的